大家都知道,中国军工从老大哥俄罗斯,那里引进156个工业项目建立的,中国建国初期30年内,飞机导弹,大炮坦克都是俄罗斯产品的仿制品。 但是40年过去,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,中国企业开始付额推广本国武器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8月23日报道,中国军工企业代表,参加一年一度的军队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,希望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新客户签署合同。 俄国防部长主持论坛,吸引了多个国家参与军队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,8月21日至26日在莫斯科州库兵下举行,活动中展出超过2.6万件武器和军事装备。 中国一些大型军工企业,比如北方工业公司,今年首次参加盖论坛,北方工业公司代表向卫星通讯社表示,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展。 虽然军队2018每年都举办,但以前从没有参加过,在中俄两国进行军纪交流的时候,俄方提出建议,希望中国能够组织本国军工集团参加本次国际军事论坛。 在中国政府的组织下,我们公司和国内其他一些顶尖集团和公司,参加了军队2018论坛,展示了中国自己在飞机制造、航空航天、船舶和电子领域的成果。 我们北方公司以发展陆军武器为主,这次展示了火炮、坦克、防空系统,包括反导系统在内,单坦克武器等装备。 这,就是俄成功的杰作,阿玛塔坦克,俄自论事件第一同样是首次参加论坛的爱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。 Iway Technology Corporation代表表示,西方制裁禁止向俄出口技术,这为中国产品创造了新的机遇。 俄军讲解员美女长的好街是该公司海外销售经理Frank Who说,我们是红外热成像领域企业,就红外成像技术而言。 俄罗斯是依赖进口的,以前只有法国、美国、以色列等国家能够生产。 近几年,中国公司已经取得突破,而且性能也不落后于西方国家产品。 我们认为,中俄关系很静,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,俄罗斯也会倾向于从中国购买这类产品。 而且,这成像产品也是知识方面的更需产品。 安瑞光剑真是红外技术大户红外探测器,红外热像仪,红外传感器,这成像越视仪,红外线摄像头,红外望远镜应有尽有。 从报道可以看出,中国军工企业到俄罗斯参展,不是主动的,而是被动的,不是提前报名积极参与,而是俄罗斯客户真正认识到中国军工产品先进,才提出邀请的。 大家都知道,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,和俄罗斯关系混乱后,大量进口俄罗斯先进武器,三大架苏27战斗机苏30战斗轰炸机,六艘击落机常规潜艇潜艇,破冰船和反应堆,激光制导炸弹,红土地激光制导套弹,现代极驱逐舰,KH-31超音速反雷达导弹,S-300防空导弹,S-400防空导弹, 零零防空导弹,俄罗斯官员认为,除了核潜艇和核导弹买,俄军工产品最好的都以最友好价格,出售给过去的小兄弟中国,中国大量购买苏27,拯救了俄罗斯军用航空工业,但是也让俄罗斯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可以这么说,中国在90年代,救活了俄罗斯军工,俄军工经济困难期的第一桶金,大多是中国首先支付的, 也般来说,就苏27,苏30引进项目,中国就付出了上千容易的代价,最终就活了苏货伊设计局,发动机场和俄航空产业链,中国对俄军购。 从1992年开始,已购买48架苏20机战斗机为7点,但2016年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AL318动机为止,除了苏35和S400防空导弹还有订单外, 别的大宗产品几乎都停了,殲20战斗机从总体到结构,从电子系统的武器都超越了俄罗斯,苏57而这24年之中,中国军事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殲20战斗机旗带殲11战斗机成为中国空军最强重型双发战斗机,眼神效能和航电水平远远超越俄罗斯苏57战斗机,紧追美国F-22和F-35,中国99A主战坦克大批量生产,并在中俄联合军演中,让俄罗斯坦克跟不上,打不着,严重的失落是打俄罗斯人,严慎拒绝中国99A坦克, 参加俄国国内的坦克大载,中俄多次联合军演,99A坦克的超强表现,让俄坦克满脸尴尬,VBD-05是两期水路战车,水上速度世界第一,上科学刚刚让俄军刮兵疯狂体验了一把,唯一的要求就是,能不能便宜卖我们几百辆,而且中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仅在大舰上,小舰上也出了巨大的成功, 比如军工芯片,空外探测器,真用雷达T-2发射接收组件,歼20雷达性能,从从性能评测来说,有部分指标,已经超过美国F-22和F-35雷达, 这也是俄军工的短板,俄苏57战斗机都有原相控阵雷达,T-2从韩国进口,自制一直跟不上,同样尴尬的事情发生在米格-35战斗机上,做宣传的时候是有原相控阵雷达, 卖电度的却是卖充多普勒雷达,世界最强水陆战车,中国ZBD-05,俄罗斯人一用就喜欢无他,电子工业严重落后,闲禁器件完全搞不出来, 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区别,其实仅仅在于,经济实力,有经济实力推动,军工就上得去,这是很普世的道理, 所以俄国内有时之事纷纷呼吁,快学中国改革开放,多转银子。